政府重启冬铁计划各种所谓的暗黑交易谣言四起 如今又传出为了降低冬铁造价 政府赠送4500英亩的土地给中国交建 财政部长林冠英今天严厉否认这个说法 另外他也强调政府会偿还所担保的一码公司债务 促请债权人放心 林冠英今天在部城财政部出席政府和财团的签约仪式 但活动记者会却成了回答各项金融界传言的澄清大会 第一个传言就是布洛克拉尔伯特拉宣称 作为冬铁削减215亿令吉成本的条件 政府将在冬铁沿线站点附近的七个工业园区 免费赠送4500英亩的土地给中国交建 至于第二项说法就是 是财经媒体报导 政府建议持有一码公司24亿令吉债券的 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和朝圣基金局 将债券转换成大马城的股份 借此降低一码公司财务负担 林冠英强调政府绝对会履行一码公司的债务责任 猝请各界不用担心